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来到9月18日深夜的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继续收到桑普频道 留言 赞 分享 订阅 YouTube Patreon 以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当然看完这段片 看完广告 我们今天继续讲美国大选的问题 明天我也要和杰斯录这个新桑海神舟 希望星期五能播出 这个星期比较忙些 因为外面的节目 后面的两天比较多些 希望能够核佔到时间和大家做节目 也希望将节目时间缩短一些 精简一些和大家讲一讲最新的形势 美国大选的最新形势是什么呢 当然 涉及到特朗普大难不死 而且不是一次 两次 我上一节节目都讲到 第二次行识他 不成功的这位 Ryan Wesley Ruffer 他基本上是一个 我觉得是精神有问题的人 你看他的相片和他后面的言谈举止 你就知道他很有问题 当然 这件事的话 也有很多原因导致到这样做 有人怪你特朗普太离谱了 煽动仇恨 但你看看希拉里的说法 或者我们会讲到这一点 是多么荒谬 是吧 blame the victim 就是我们香港经历过2014、2019的事情 我们知道 为何你会blame the victim 是吧 你要指责受害的人 很莫名其妙的 真是 这件事就是相当荒谬 先讲一件事 自信很重要的 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当然要不断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这件很重要 self-reduction 就是自己要检到自己的能力 be humble and be loyal to the Lord 但一个人的自信是很重要的 小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都知道班上很多同学 说些我未必认同他的意见 但他们表现出自信 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 老师给分数 每一个seminar 给分数 看你基本上能不能够 有利有据 有自信 勇敢 这样主张你的意见 你说环保议题 你说环境的法律问题 你说刑法的问题 你说一些仲裁有关的问题 我都take过这些不同的course 这些course的话 每一个人都要勇于发言 这件事都是美国 由西都大教育一个人的 Trump 也是这样的 在美国教之后训练出来 当然自现出他的自信 而只有自信的人 才能够stay strong 你自卑的人 何来强大呢 而当你weak 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会被人叩的 即是你常常 扼着扼着 即是在那里 神弱不堪 就被人吃住你 所以我就说 我们既要有善心 我们要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 要保留自己的良心 不断有谦虚自信的精神 同时也要有我们所说的这种自信 很重要 如何说自信呢 是因为915第二次被暗杀未遂 917重返竞选活动 相隔两天时间 48个小时 出回来做竞选活动 那他呢 是参加什么活动呢 在Michigan OK 这个Flint 这个地方 就是居行造势大会 讲到他两道被暗杀未遂的原因 他说呢 真正的原因就是 只有够分量的总统 才会被枪击的 他说呢 做总统 比赛车和骑牛更加危险 这些人呢 就是我说这些这样的说法呢 在台湾 在香港 或者在华人社会呢 就会觉得 诶 这么串嘴 但你投入在美国的文情 和美国历史来说呢 你知道他echo着一些美国人的心声 什么叫比赛车骑牛更加危险 骑牛说的是什么 美国西部牛仔 以前特朗普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鸡毛 第七任总统 President Jackson 是牛仔来的 用枪来比武的 也都是因为他枪伤而死的 而他所主张的 很多现在讲的Trumpism 其实都在Jacksonism里面 找到很多的 原始的蛛丝马迹的 就是大家不了解美国历史 完全不明白我讲的是什么 那些左派说 你了解那又怎样 我们进步派 才是美国的动力 那你继续死去 那我就告诉你 你继续讲这些下去 我就是说 跟你讲 文的 史的 折的 你和我讲 进步派 那你就继续讲这些下去 我只是说 骑牛 牛仔的精神 就是说 他做总统 比骑牛仔的人 比赛车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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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 危险的 因为危险就是 那些 不招人道士用才 就是用 广东话说 就是不招人道士用才 只有 够分量的总统 才会被人枪击 如果你弱鸡 怎么会呢 那你事实上 你想一下是 是吧 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 都差点死 接着真的被人刺杀过的 Abraham Lincoln 是不是 JFK 是吧 Ronald Reagan 是吧 就是你要配分 在美国的历史 文情秩序里面 看到这些 都是公認的 优秀总统 吗 我不分左右派 公認的优秀总统 是吧 Abraham Lincoln 是吧 接着JFK 就是金乃迪 接着 列根 公认的优秀总统 就是 只有 足够的优秀总统 才会被襲击 他说 这件事呢 会更危险 这个完全是 符合到我们的一种想象的 但是 左派当然又说 你黑人争而已 你是希特拉 你是默索里尼 你是史太林 你是列宁 你是毛泽东 你是习近平 他不敢说习近平 不敢说毛泽东 就说其他那些 希特拉 新纳粹 新法西斯 全是法西斯 全是法西斯 白人至上主义 一堆母字粒 下去 Trump 那裏 我就说 你之所以被人要想射杀 是因为你威胁到他 而你为什么威胁到他 因为你动摇 你两方面的利益是非常极端 那你够分两个总统才会被襲击 我认同这一点 那你说 Trump 做错事 所以他要被人杀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你做错事 如果犯法的 你是不是抓去审 你是不是控告他 你没有犯法的 道德上譴责他的 说真的 没用的 即是等于我道德上 譴责很多人一样 去到最后 那个人都不会 逍遥法外 如果你认为他犯法 那你便循着司法途径 通过独立的司法去起诉他 正如你起诉他那宗 三十四条重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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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那个 那些 判刑时间 拉到去 选他之后 判刑前 他无罪之身 判决未确定 无罪 推定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说犯法 他犯哪条法 哪个判决 确定他犯哪条法 你今天整班 左交说不到 给大家知道 好了 我就说 如果你犯法 就是这么说 如果你犯道德论 他不合情 不合理 那你就通过选举解决 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解决 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的事情 如果你不断在这个地方 加油添操 就说 他被创击 是因为他是 新纳税 那我想 这个说法 完全是扭曲事实 而且 也是把他 就是把他标签 绝对不好 OK 那 他说到 这两番说话 这些说话 是说真的 是说得出他什么 自信 这两个字 OK 那他表示 收到 Carmel Harris Carmel 他的 他的慧民电话 他说 不久之前 我接到 哈利斯打的非常有善的电话 这个非常好 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但我们必须奪回我们的国家 我们将会获胜 我们将使美国再次偉大 说真的 好像我上一次说的 就是我对拜登和哈利斯都谴责政治暴力 都是对于这个Donald Trump 是予以慧民 是表示肯定的 就是虽然他们是政敌 但是他们做这件事 我们要肯定的 就不要像 希望 新希望 希拉莉的做法 我会讲一讲他怎么做法 是吧 至少对于拜登和Carmel Harris 这一番这样的有善电话 是需要加以肯定 但我们这一场选战依然会打下去 我们会奪回我们的国家 西美国再次偉大 Mega 根据CNN的报道 当然Donald Trump 在之前16日接收过 这个Joe Biden的电话 因为Joe Biden昨天对我很好 但他宁愿没有这通电话就好了 这样就不必赞扬政敌 在某种程度上 我有些希望没有这个电话 因为我确实觉得他非常友善 Carmel Harris今天也都如此 所以你想想 他是有碗话碗 有碟话碟的 两个人 你无论他虚情假意也好 还是真心真意也好 他们真的是慰问的 OK 而这件事的话 我们应该如意肯定 应该如意肯定 而不是继续做一些撕裂的行为 而这件事绝对对美国是不利的 就不像Hillary Clinton 克林顿夫人 希拉莉 在9月16日 MSNBC正论节目 The Rachel Medal Show 中 对Trump做严厉的批评 这番言论冲着 9月15日 在West Palm Beach Golf Course 川普遇到暗杀 预备暗杀的情况 希拉莉仔节目上表示 他这样说 我对美国人 能够拒绝Trump的仇恨 和分裂政治 感到充满希望 甚至是乐观的 即是说 Trump 你是仇恨政治 你是分裂政治 我们对于我们 是有希望的 他说 Trump 的煽动性言论和行为 对美国和世界构成 有严重威胁 言行 对美国和世界构成 严重威胁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严重威胁 你说对世界有严重威胁的 俄乌战争 所以我们稍后找个机会 和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 一直这样去 就是觉得 战争要打下去 那你打了两年半 是不是 两年了 开外了 你想怎么打下去 怎么才完 打二十年三十年 都是这样 死这么多人 又不是你的子女 又不是你自己 那你想怎么打下去 那代表我们要支持 我们要打倒 很害怕 那你快点打倒 你不是把他牛皮打这些 莫名其妙的战争 而普京的地位 依然风雨不动 安如山 请问你想怎么打下去 就是我想问这些人 要打垮普京 进入莫斯科 剷除所有核武器 还是你想怎么 收服失地 普京的认输 你想结局是如何 所以我想问这些人 你想怎么做 而你说这些东西 成本 牺牲的生命 和地缘政治的利益 对台湾 对我 对香港 对美国 对日本 全世界 是什么一件好事呢 我想大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就是等于韩战 1950年打到53年 越战 打到1975年 这些战争 最后都证实 是一些 是不是应该要打的战争呢 是不是应该这样去打的战争呢 很多都有很多的疑问 那应该怎么去做呢 战争都要停一天 另外我不是战争狂摸 是不是 你怎么停 哪个时候要停 哪个时候要打 有没有分清楚呢 当以色列去打哈马斯 那美国不要做炸粮就可以了 就由他打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 布克兰如果要打俄罗斯 你就自己打爆它 你喜欢打爆它 你有求于我了 OK 那我就看看 我在这个地方拿到什么利益 那这个很正常的理由 不是说 你有求于我 我就有责任帮你 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是哪位 所以你要知道 世界政治是怎么去玩的 你要顺着这种每个国家的利益 去玩这个游戏 OK 这个就是我对澳湖战争的看法 那而我会觉得 澳湖战争是打下去 对中国有利 不是不利 对台湾不利 而不是有利 那希拉里再说到了 特朗普就是仇恨 煽动 分裂 言行 威胁美国和全世界 而是严重威胁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point在哪里 那你就刚刚在那个 Ryan Wesley Ralph 企图行刺特朗普之后 说回这些话 是不是激起新的仇恨 即是万一有第三个 第四个行刺者 是不是都这么好彩 杀不死是特朗普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你会没有这个风险 即是说 后面有第三第四个刺客 我会入你希拉里数 新希望 那这一位所谓前国务卿 希拉里批评说 特朗普一再这么证明 他不适合成为总统候选人 真是不适合成为总统候选人 就是你啊 当时你奥巴马任来 出任国务卿 和现在的苏利文 当时你的重要顾问 要求和习近平谈诉 就是说 我要让这个台湾给这个中国 去免除中国对美国的债务 因为很多的美债嘛 这样的东西你都觉得yes 好处最后不了了之 是你和苏利文的东西 你才不适合成为总统候选人 你害我啊 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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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会跟你在那里客气啊 大佬 他说特朗普一再证明 他不适合成为总统候选人 更不要说再次担任总统了 他说特朗普在COVID-19 即是中国武汉肺炎期间 未能够有效保护美国人的生命 喂 特朗普是第一个要封关 当时拜登啊 和你们这帮民主党的走狗啊 都要说 开关开关开关 不准封关不准封关 不准封关是你们说的 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呢 你们才是转态的 哪个才是有效保护美国人生命啊 2月初已经开始封关了 所以我想特朗普 你赖特朗普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荒谬的 并且你看到 希拉里指责特朗普 和独裁者过重甚麽 You were my good friend Hey thank you very much 那这些这样的说法 good friend good friend 见金仔见普京见习近平 就叫做过重甚麽 不知所谓 谁对于现在伊朗政权过重甚麽啊 谁对于哈马斯政权过重甚麽啊 谁对于习近平现在既竟争又合作啊 你自己想不想啊 对吧 就是不要跟我 白费唇舌 自己心里面病去想不想啊 并且指责她和这个独裁者过重甚麽 危及无辜生命和美国国家安全 我觉得这个希拉里簡直是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他呼吁美国选民说 我们不能够回到过去 我们不能够回到 他在COVID期间 未能够保护美国人民生命的时代 不能够回到他和独裁者勾结 危及无辜生命和美国安全日子 我们不能够再给这个极度危险的人 第二次伤害我们和世界的机会 你看看这个说法 我们不能再给这个极度危险的人 第二次伤害我们和世界的机会 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第一是否想堆垂他呢 第二是否想拘捕他呢 第三是否想DQ他呢 不让他竞选呢 第四是否想拼下他呢 即是说用选战的方式 做票的方式拼下他呢 你是想做票 真真正正的君子之争呢 所以我就说这句说法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而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疑议 很多的vickness 和ambiguity 令到很多想要磨拳擦掌 想堆垂侵侵 即是杀侵侵的人呢 看到希拉里呢 壮胆 而刚刚的916 在第二次行事行动翌日 播出的这个节目的片段 我会觉得是非常挑衅 而且非常危险的 这些说法呢 就算你看拜登和卡拉里都不会这样做 反而这个新希摩 希拉里做些这样的行为 令我非常摇头的 你blame the victim 你不要紧 你军至之争不紧 不能说清楚 我们选战上要打赢你 我们是完全理解到你被政治暗杀的东西 那个空手是不易的 那个是injustice 而你不应该被行食 希望你健康 但我希望选战上赢你 这个就是Trump的调子 但你看 希拉里说什么 她完全没有说这件事 没有关心过Trump Trump 他本身那个 生命 心理的问题 他觉得这个人活着 不能给他伤害世界的机会 他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正在拒绝Trump所代表的chaos 混乱和 Trump代表的law and order 你们这帮左交极左派 代表的就是chaos 左派chaos 右派ethels order 这个基本的原则 将黑的讲成白的 白的讲成黑的 希拉里引用了现任 副总统Karmada Harris 竞选的口号就是我们不会倒退 强调美国需要向前迈进而不是重蹈覆车 这番言论在Trump遭遇第二次暗室美税之后发表 无疑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增添了气格性 勾起了2016年大选的回忆 当时希拉里也是Trump的手下败仗 令很多政治分析家大跌眼镜 但可以这么说 怎么说都好 事实都是非常清晰 特朗普基本上就是依然欺西欲控 继续努力地打这场选战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记政府事务委员会 上次调查小组的主席 民主党籍的康乃迪克州 克内地克的参议院Senator Richard Blumenthal 如果熟悉美国政治都会知道 他这个人都是参与了很多很多 和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 近日对拜登政府处理前总统 Trump遇刺未遂事件的调查 表达强烈不满 我觉得这位人性 我会觉得虽然是民主党的人 但我都很高度肯定 他起码能够发出一个声音 就说你拜登哈里斯政府 对于Trump先前第一次 预食事件 未遂的事件 你的调查手法感到不满 这位Richard Blumenthal 布鲁门塔 指责国土安全部DHS 在提供相关资讯的时候 错取阻挠的态度 根据Fox News的报道 布鲁门塔就是这个Richard Blumenthal 他指出 国土安全部对国会要求的文件和证据 提供严重迟延迟和抗拒 形容这些行为近乎失职 就是DHS国土安全部 为什么国会问你的东西 你持交 不交 拒绝交 他强调这些资讯对调查至关重要 并对国土安全部缺乏坦诚合作 表示愤怒 angry 他17号对媒体表示 如果国土安全部继续拒绝配合 国会可能不得不动用全票 就是出新闻 去强制要求他们合作调查 他补充说我们有权 透过强制手段获取合作 而共和党籍的 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参议员Senator Ron Johnson 作为上次调查小组的首席共和党议员 也对国土安全部缺乏透明度表示不满 Ron Johnson表示 他们将所有的牌都盖到密密实实 Ron Johnson甚至没有指控 国土安全部的行为正在助长猜疑和阴谋论的蔓延 Johnson进一步表明 他和Blumando和民主党籍的 Michigan的Senator Gary Peters 共同起草了一份跨党派的一封信 要求DHS国土安全部 和特勤局Secret Service 提供更多的资讯 增加透明度 被国会调查 但国土安全部的回应十分敷衍和缺乏尊重 这引发了国会议员高度极大的不满 极大不满之后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随后回应说 这个部门已经积极配合相关调查 强调已经向参议院提供多次简报 近2500页文件和超过50小时的口头证词 发言人强调 部门对于7月13日的事件责任毫不推毁 并且对国会监督要求给了强而有力的回应 这个调查围绕7月13日在宾夕凡尼亚州 被发现一名嫌疑人举枪瞄准AK47 嫌疑反处后逃离现场很快被拘捕 是58岁的Ryan Wesley Roth 他试验将一支AK47的宝枪的窗口伸入围栏 准备瞄准正在打哥尔夫球的Trump 两次事件引发了对前总统安全保护措施的严重质疑 而国会调查人员急于了解 Secret Service在预防和回应这些威蕴时是否存在失误 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Ron DeSantis在9月15日更加宣布 佛罗里达州将会对于当日少早Trump 遇刺未遂事件 展开自己的独立调查 来到民主社会有这样的争论 当然这件事是否国土安全部被拜登哈里斯政权垄断后 就叫做虚如毁舌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作为软皮蛇 基本上假议我们会开始调查 射了注意力之后 就希望引动于模型 这个不面野人非常大的怀疑 我觉得搭配Richard Blumenthal 这些比较正气的左派的人 还有你看到Hillary Clinton 这个邪恶的恶魔 你会知道深层政府的外围 就有很多奥巴马 Hillary Clinton 还有奥巴马哈林顿 哈林顿的太太希拉里 奥巴马的太太 之后还有一大堆建制派的人 还有Nancy Pelosi 还有共和党的所谓已经过档支持哈里斯的垃圾 小堡树 一路去到John McCain 他后面已经过身 他后面那些党羽 再加上罗姆尼等等 你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已经过去 这班这样的人 你会发觉到他们是建制派 表面上美国总统的选举好像左右对决一样 而实质上发挥作用力的就是这班 既得利益者深层政府华尔街集团 而他们希望继续维护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 特朗普是对着干 而导致到他们的反抗 这一点正是整个美国总党选举的非常深层 而重要的问题 抓到这一点 你就知道 希望劝多些左派的朋友反省一下 你要认清楚整个美国政治的本质是什么 而不是只看哈利斯穿成什么 哈利斯说了什么 他说了一些飘忽不定 又不知道他说什么 好像bluffing又不是bluffing 总之就是rambling 就是在那里不断废话 那你废话这么久 那你大家知道他不断好像人欲播音机 像个林公公那样林瑞伦 不断又说同样的说法 你问他什么 他全部将这些台词 颠倒不同的次序再说一次给大家听 那这些这样的做法 显然他根本上不适合做总统 连做一个称职的debater的资格都没有 这个就是我的一种看法了 那希望大家明白 这些新的进展 稍后如果有新的消息 也都在下面的节目里 继续和大家分享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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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